美国硅谷 世界上最聪明的一部分人 还依旧奋斗在办公室中 皮心带月 远离日晒 硅谷密集地分布着 世界上最著名的IT企业 苹果 谷歌 甲骨文 雅虎 英特尔 磁科 零零种种 对 因为你要一个关键顺着走 彭文 美国科技引进人才 美国太极文化协会会长 国际武术散手道联盟 美国负责人 2005年来到美国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每天游荡在硅谷街头 观察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硅谷取得的成就 令世人称赞 但硅谷人却辛苦一长 这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都是脑力工作者 工作强度大 每天都要加班 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 他们就非常非常累 就是中国一句老话 身累不累人 心累累死人 为硅谷的白领精英们减压 是彭文开办武术学校的 最初想法 真正的中国传统武术是两大类的功能 第一 首先是养生 说君子居而养 出则防 就在家居家的时候 我养护自己养自己健康地活着 出门了我要防身 这是他的最基本点 彭文认为这些高科技人才 恰恰更需要通过武术来养生 于是他的武校 目标定位于各大IT公司的高管和职员 这成为武校的一大特点 正如彭文的调查 在硅谷生活的很多IT工程师 中年坐着不动 只动双手 大脑高度紧张 颈椎病 腰椎肩盘突出 等互联网行业病 就悄然产生了 难得的闲想 他们更喜欢来到彭文的武馆 而不是奔波于医院 针对这部分主力人群 彭文向他们推荐学习太极 这是律师楼的 它是在PAROTO那边 就是在SAN FASHESPOR 他们那个C地 就是做专利注册的 他在Apple苹果公司工程师 张欣是在Google Google的女生 OK 打个招呼